大家好,我是Den 前几天因为提到了日漫MyHero Academy 而在中国引起争议的ESPA成员Karina 首次开口澄清了这个争议 6月17号Karina在粉丝论坛表示 我很晚才得知我推荐的动漫曾引起争议 因为角色名字不一样 所以之前并不知道有过争议 推荐这部作品时绝对没有带着任何的意图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以后会成为更加谨慎的Karina 给粉丝们分享好的资讯 正式澄清了这次的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个不是什么,就是个故意抹黑 太夸张了,真的可可 如果有朋友看这个动漫 能在面前这样发狂的人会有多少呢? 看个动漫怎么可能连正义都会去查呢? 那就把正义也写到接受讯息里吧 放过女爱的门吧 只是看Nepolis推荐动画的一般人 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因正义删掉的部分呢? 最近抹黑Karina贴文太多了 好心疼 都这样解释了 应该还有装看不到听不懂的人吧 所以对于Karina的回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今天韩国媒体独家报道了 华萨即将与皮铃血娱乐签约的消息 而今天皮铃血也对媒体表示 与华萨目前尚未签订合约 仍在协议中 但媒体表示 这实际上已经是可以确定的事情了 现在只剩下了最后的审查阶段 而华萨与目前所属的RBW公司的合约 即将于6月到期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去赛伊公司的女搜罗都成功了 去对了公司 赛伊从以前开始就想挖走华萨 所以一定会好好推她的 华萨现在虽然也很成功了 但是如果正式的搜罗活动的话 在国内外都会更成功的 跟这里签约的人不都马上离开了吗? 不管去哪里都会比RBW好的 华萨 赛 确实是让人非常期待 所以妈妈梦华萨 哼哼哼哼哼 可能与赛伊签约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Highlight成员从东文 今天无预警宣布了9月份结婚的消息 6月17号下午 从东文通过自己的IG宣布 亲爱的Light们 这将是个很突然的消息 但是我想比任何人都更早告诉大家 所以我鼓起勇气写下来 非常感谢 让我遇到了一个非常理解跟关心我的人 所以我们决定在9月举行婚礼 因为这个人是普通人 所以婚礼只会邀请家人跟亲近的朋友 我会比以前更加努力 以成熟的形象 在自己的位置上 尽力回报大家的爱 Highlight成员从东文 希望两个人能白头偕老 幸福 字幕志愿者 杨栈梓